各位老师,同学,包括工程师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访证修平台访证知识讲堂 2021访证汽车访证学习乐的第十场直播 NVH访证汽车安装点的动纲度优化思路及方法 今晚我们邀请的嘉宾是访证修的专栏作者 CA1自家陈老师 陈老师是CA1的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国家优秀发明专利讲的第一作者 曾经参与过多个主机厂的整车项目 完成了整车NVH性能相关的分析和优化工作 熟练地掌握了NVH仿证分析的相关软件 仿证分析经验非常的丰富 具有丰富的实际工程案例经验 目前陈老师在仿证秀平台开设了自己的专栏 里面不仅有自己写过的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阅读量都还挺高的 当然还有一些自己做过的一些视频教程 这是他专栏的地址 我带大家看一下陈老师的专栏 大家进到仿证秀平台 可以在这里搜索框里面可以搜索CA1自家 就可以找到他的账号 大家在这个账号里面有他的个人介绍 然后当然还有他写过的一些文章 这里也有一些他的自己的课程 陈老师是我们平台比较早期的一批讲师 他的内容也比较有体系和规范 大家可以去关注 当然还有一些他自己写过的一些文章 都是关于MVH和仿证方面的一些文章 阅读量还不错 我们也欢迎广大的仿证秀平台的用户 在仿证秀平台写自己的专栏 发文章 发课程都是可以的 接受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今天我们是汽车访证学习月的第十场直播 我们得到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一个大力支持 然后为所有参加咱们直播的用户 有一个抽奖活动 我会在直播的最后阶段 这六本书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赞助的 在直播的最后阶段我会抽奖 大家把海报或者是今天的直播海报分享到朋友圈 然后凭中奖的截图和分享海报的截图去兑换这些实体书 我今天会搜索三位幸运用户 不然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没有中奖的用户 大家可以去联系访证秀平台的一个小助手 然后进行一个抽奖 我们也用抽奖 抽奖会抽的书可能比这还要多 不只是这六本书还有其他的书 大家去我们的经分商城就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免单券 优惠券半价券这些类似都可以 还有同讯的会员卡 大家去联系我们这个访真秀6688 这个小助手去参加抽奖活动 然后本期直播在访真秀官网和APP 能够反复回看和支持回看 到时候我们直播的回放 会放到CA1自家账号下面 大家如果直播完以后想去看回放的话 可以到这个课程里面去看咱们的回放 接下来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 陈老师带来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大概会用到90分钟 甚至会超过这个时间 大家有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咱们的聊天窗户 进行提问 接下来我把话筒和画面切到咱们的嘉宾那边 稍等一下 陈老师可以开讲了 麻烦您动小一下屏幕 我那个先供下屏幕啊 你开那屏幕啊 你开那屏幕啊 你开那屏幕吧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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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然后全屏吧 有PPC模式 好的 各位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啊 首先感谢大家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 来参加这个交流 第二个就是感谢那个访练秀的平台 然后包括杨老师 等于各位老师 他在对这个交流 这个组织了很多心思和心血 包括其他的 昨天包括前几天 我也看了一下其他的老师的一些讲课 包括昨天那个毕老师 他的讲课就是 我看一下大概有四个小时 基本上就是这个世界很长 基本上可能他就是 讲的干物很多 包括体系 从那个CE的一些东西 讲的很全面 但是我今天讲课的 就是从另外一个视角 就是结合实际的工程 就是毕竟一直从事这块的工作 所以从一直以来 从事这工作的一些 个人的心得和一些体会 跟大家交流一下 那首先感谢大家的一些参与吧 这个 今天的主题就叫 NVH仿真 在机制开发中的应用 和以及成立函数 常用的方法 用的方法和实战 这个其实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 包括我上次4月20号 4月27号不是参加 在那个今年的那个NVH国际论坛嘛 国际的会议嘛 其实收获很多 大家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参加一下 包括跟其他的一些小学生的东西 然后我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NVH仿真 在机制开发中的应用 和我们NVH仿真里面 三个主要的传递函数 它的预化思路方法 进行一个交流吧 今天的 今天的课程吧 大概分 可能有六块 第一块就是一个 整体的 就是NVH仿真 在这个机制开发中的一个作用 和它的意义 第二块就是 我们NVH仿真 它的一个准内容 和它的一些相关要求 比如说它的一些输入啊 等等一些指标啊等等 第三块就是 我们NVH仿真相关的 世界的相关的 主要是机制概念和原理 第四个就是 一些传递函数的一些 我们主要是三大传递函数 比如说 一个动感度 震动和噪声 这三大传递函数 在我们NVH仿真里面 在结构仿真里面 占的地位是非常之重的 大家从事个工作的就知道 然后第五块就是 它的一些传递函数 相关的目的设定 最后一块就是 相关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吧 和它的一些优化方法 和相关的实际的 怎么操作这个事情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NVH这块就是 可能从事的人员呢 据我了解 可能也不是很多 全国来说 仿真这一块的人呢 更少了 更少 所以NVH大家不知道 现在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呢 包括一些客户的需求越来越高了 包括最近的新能源 现在出现 对我们NVH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说NVH好坏 直接影响了一个 顾客的一个 购买需要和它的一个需求 以及后面的一些 一系列的 对我 一些 一些的问题 它设计的面非常广 包括一些 因为跟其他的性能 比如说动态呀 还有安全的 插稳等等一些性能 相关联的 然后 设计的领域也比较多 从车身 包括底盘啊 动肿啊等等 一些系统 都相关的一些系统 最简单的一些门的面风条 它都有相关的一些设计 这个就是 这个都知道了 为什么开发 可能一个公司开发 他们开发的体系 可能每个公司 可能不一样 他来开发一个车型 可能他 要考察的一些内容也很多 比如说一些法规呀 还有一些 特别是市场的需要啊 和定品的一些 对标啊 等等一些 公司的一些平台 和自行的实力 等等一些 综合来说 开发一个某个车型 可能进行个 多方面的一个考虑考察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NV开发 它是一个 整体是一个目标制定 分析和验证的过程 我们知道 从NV这仿真来说 它NV开发 我们说NV开发 它里面包括仿真 仿真只是它的一个 提升的一部分 NV开发里面 我们知道 从最开始的BM分析 比如说有精品的 如果正宗的正向开发 一般会做一个精品 然后包括一些 精品的一些数据 数据的分析 包括一些主观的测试啊 客观的一些分析啊 客观的可能会进行 数据的立项 进行相关的 CED的仿真分析 以及客观的一些测试 加频呢 等等形成一个 把这个精品车形成 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库 第二个就是目标设定 包括目标 包括精品的和市场的 以及跟其他的一些 性能的一些匹配等等 然后是目标分解 然后设计验证 从我们这个常规的 是我们的V字型开发 这个是大家都很常见的 包括从 我们说VDS啊 SSDS PDES 那个CDS等等 就是整车系统到零部件 的一个开发过程 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CED仿真呢 它是在这个 这个箭头 应该有移项 这里还有一个箭头 用画笔画像 就是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量产 量产车的验证 这里还有一个箭头 就是我们仿真在一块呢 就是在这个CED 数据样车系统呢 它的一个仿真的内容 是非常之多的 包括前面说的BM分析 以及我们设定车的开发验证 所以这一块的工作是 是我们CED的一个价值的体现 包括它的工作内容 也是非常之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试车就是我们的比较第一辆车 量制出来之后 我们会进行相关的 我们的一些对标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问题的改正 更改和验证 以及优化等等 所以说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CED在MG的开发地位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特别是现在这个周期啊 这个节点周期又来又短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CED这块呢 就是显得地位 和它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的 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整个 整个车型开发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可能是从BM分析 到我们的速度样车阶段 就是我们的实际开发车 我们实际开发的车型 它的一个设计阶段 以及第三个是样车条件阶段 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的C分析呢 涉及到不同的一个阶段 比如第一个是 刚才是BM分析里面 我们会对静米池的一个 主动的一些客户的一些分析 包括形成它的一个 对它的性能 各个性能啊 进行一个摸底 然后对我们的设计车呢 进行一个参照 或是我们的目标制定啊 提供一个参照 然后到我们自己开发车型呢 它里面有分析 分析之后 然后是一个风险 风险之后呢 能够找出最优势的一个 硬化设计方案 然后同时呢 硬化设计之后呢 我们的设计会进行 数据的更 变更 变更之后 我们再次验证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 这是我们CE这一块呢 最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也是工作内容 工作量最大的一个阶段 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实力调教了 调教的话就是 我们刚才说 一个是模型标定 然后就是一个 我们还有前面 做一些方案的验证 方案的落地情况 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 客户测试啊 包括一些问题的改进啊 等等 所以说这个三个阶段呢 就反正就是我们的CE这一块 NV的设计这一块呢 基本上全覆盖了 整个设计的一个开发 只是说在中间这个阶段呢 它的工作内容和地位 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下面一个是 我们的我们的设计开发阶段呢 我们的分析内容呢 非常之多 比如说就例子啊 从简单的刚度 刚度可能包括近刚度 和动刚度 或者局部点的一些刚动 然后这个系统 包括主要是子系统啊 或者是一些零部件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主要是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的话就是 我们知道NV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模态 所有的性能啊 它基本上都是基于模态 来进行一个演变的 所以说模态分析 从我们的零部件 系统 子系统 包括整车等等 都要进行我们的模态分析 我们要提取出 它的一些频率啊 和阵型 进行我们的一个模态的一个规避 和它的一个性能的一个体肺 有时候打标不打标的话 我们也进行优化等等 然后 第三个就是黎明度 我们说黎明度 比如说常见的三大黎明度 就是传递函数了 比如说一些动刚度啊 还有震动传递函数 造成传递函数等等 那么同样的 我们会对这些传递函数的 进行一个分析 分析之后 然后是否满足要求 不满足要求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 反复的优伤和迭代 是我们的一个性能目标 达成我们的性能目标 然后第四块就是 我们整着级的一些响应分析 当然整着级的响应分析呢 这个黎明度分析 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个 自身级的和我们的 左翼和TP级的一些分析 然后到后面 整着级的分析是 整着级的分析是 整着级第一个就是 我们验证 我们从整着这个角度来说 来考察我们的一些 识别一些风险 和它的一些问题点 比如说一些通过路灶啊 一些其他的一些 传绿数不明显啊 等等一些分析 一样的通过一些问题呢 来识别这个风险 和找出相应的方案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 在我们MVG纺织里面 它的内容非常之多 跟他说了 从我们的BMO 进品车的MVG分析 然后到我们的CE目标的制定 是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开发车型 就是我们速度样制 这阶段的这个开发车型的 一个MVG分析和优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验证 比如说我们开发车型的一个 实验相关性的验证和标定啊 等等模型标定 以及对我们之前 做了一些方案的落地 进行一个验证和它的一个识别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方案 比如有十个方案 哪一方案落地了 然后方案实际没实施 这样的话我们又反复的 就是说 进行一个验证和它的一个 对相关信息的一个收集 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实质问题 这个实质问题包括两个 第一个是可能最早的一批的 样车阶段 它的一些问题的改进 第二个就是我们 如果是比较性能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有C1 尤其是一个付出的一个支持 和它的对它的一些 提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对策 那么MVG分析里面呢 其实包括两块 第一个是结构方针 结构方针里面 比如说从我们的 我们可能说从我们微字型开发 我们MVG分析也微字型开发 比如我们的CDS到我们的SSDS 以及我们的VDS里面 就是我们的零部件 零部件就是我 比如说举个例子 是我们的车身级的车身骨架 车身是我们的一个树干 是吧 树干里面 那么这个分析其实很多了 比如说模态刚度 一些接负点痛刚度 等等 还有局部点的一些刚度 等等一些分析 然后到第二个就是 这个也是我们的底盘系统 底盘系统 包括什么转向 还有动力传动 等等扭震 旋制 是吧等等一些关键支架的一些 分析和优化 那么第四个就带着我们 呃 零部件 到了我们的TPE了 军玻璃 军玻璃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因为军玻璃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 我们知道一个一个车了 一个车就是说 除了 下面是底盘 是吧 底盘 还有动种了 其实我们把这个底盘 包括动种啊 整个车套拆了之后 就是一个车身了 车身是一个独立的 他们两个之间主要是通过一些车套的连接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的TPE了 基本上它的性能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性能如果没做好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整车里面分析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验证的 那么到我们TPE分析了就是 常规的就是比如说一些模态啊 最基本的模态分析 包括我们的一些传寒 比如说 可能说的动刚度啊 震动啊 噪声啊等等 还有一些 一些 比如说 激烈供应量啊等等 一些 还有密码供应量啊等等 一些 凭想分析啊等等 这些分析的方法 和这个一些手动呢 都是为了支持 为了使我们这个TPE的状态 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第四个就是 我们的整车器分析了 整车器分析的话 比如说整车器的模态 然后我们的一些噪声 还有我们的处理路径 一些相关的一些 整车器的 比如说一个过卡啊 还有什么整车轮件风扇啊 等等一些 还有就是制动波平衡啊 轮车波平衡 等那些分析 所以说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 前面三个 第四个就是说 它只是一个反复验证 如果你前面没做好的话 第四个也可能 它的整体的性能 也不会好哪里去 那么后面就是 第二个就是我们 MH仿证的主要内容的要求 比如说MH仿证 刚才说了 我们MH仿证啊 它仿哪些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的BM分析 静品车的MH分析 第一个可能是什么 目标定义 目标定义 我们比如说 我们自己开发一个车型 那么这个车型 我们C仿证 这个目标怎么来的 第一可能是我们的 第一个 静品车的分析 就是静品车 第二个就是我们 平台车型 或者是我们 其他的一些经验 进行目标制定 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开发车型呢 它那个车的分析阶段呢 就是可能是 它只有包括 可能根据每个公司 它开发的流程不一样啊 可能它的明星 建法不一样 一般呢 比如说 我们的 比如有些要求 T0和T1是吧 还有个T2 三个阶段 那么T2的话 其实数据已经准结了 那么所有 所有的工作 基本的集中在 前面两个阶段就是 那么后面告诉我说了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样车的实验相关性 和模型的标定 是吧 第五个就是 问题的一个改进 和对我们这个支持 和提出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内容 刚才说了 已经说了 从我们的 零部件级的门盖系统 骨架系统 是吧 零部件 有门盖 以及我们的传函 以及我们的整车分析 那么可能进行一个细分的话 可以比如说有 从确认骨架级的 有我们的模态 灵敏度 还有些 结封点动刚度 静刚度 等等 局部点静刚度 等等 那么再细分的话 就是可以考察一些 比如说 什么弯曲扭转 还有一些 结封点动刚度 还有一些 那个九牛七 安全点动刚 静刚度 坐椅 坐椅刚度 是吧 还有什么传感器的 动刚度分析 等等 系列的一些分析指标 那么第二个是 从底盘来说了 比如说有转向的 动力传动的 动力传动有什么旋置的 驱动轴的 还有 旋载节尔 旋载支架 是吧 还有动动的一些 身负射 等等 还有旋架系统 旋载系统的一些 模态 负责架 是吧 前负责责架 旋载系统 等等一些 模态 然后一些关键支架 比如说 空调啊 还有是 我们 轮网 是吧 轮胎轮网 等等 还有一些 其他一些分析 那么到了我们 后面的就是 TB了 TB就跟他说了 第一个是模态 还有是身向一些 准备我们的一个 正常传递函数分析 这个 然后到了后面 是整个基层了 所以细分的话 就是我们 MH房间里面 可以分到大概 有一些 一般的是 将近50个像吧 分的细一点 可能达到70个分析像 就是吧 那么比如说 它的分析内容呢 我们摘录了几个 比如举例子 从我们的关键子系统 和零部件的 有我们车身的模态 能听到我说法 杨老师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担心 等下是 那个效果不好 等下 那个 但是问有那个 就是如果中间 出现什么情况 你及时提出来吧 因为我现在 好的好的 那这个 下面就是比如说 举例子 我们关键子系统 和零部件的 它一些分析内容 比如说举例子 像我们车身模态 是吧 最基本的 还有些 动缸度 是吧 当然还有近缸度 其实 还有比如说 模态的话 有我们的一些 扭转弯曲 整体的 有局部的 像地板 飞带池 前点行梁 顶棚 等等 还有另外一些 其他的一些模态 是吧 这个目标的话 这个是 参考 根据 不同的车型 可能它是有所变动 就是说 这是某一个车型的一个 这样设定吧 第二个像 负责架的 是吧 它口诈来指标 就可能主要是弯曲的 还有些其他扭转 等等 是吧 你是口诈自由 还是越速的 但是它的一个指标 比如常规类是150 所以当然还有达到200的 然后转型系统 转型系统的话 可能有分 转型系统分 就可以细分很多了 比如说 从我们的一些 方向盘 单个方向盘 单个方向盘 带我们的一个 带管注的 就扩了 带管注之后 又带我们的CCB 带那个CCB CCB又带我们的车身的 所以它的一个分级的话 这样分级之后 我们可以 就是一般情况 分级比较多的是 带我们的CCB 带车身的 这个用力比较多 那么比如说 纠率子 这个35 那么达到35了 我们可以进去一个反推 就是说 比如车身 然后我们的带 那个CCB的多少 比如45 45带管注的是 可能55 单个方向盘 可能60 就是 一次一次的 这样分级下来 就是为了满足 这个35 或者多少 可能我们现在的电动车 可能没有这么高了 就是说 包括一些传动轴的 这个 它在考察的指标 比如摩托 是吧 换区 然后它的一些性能指标 然后这个是有数据呢 一般的常规呢 像我们的一些 三维的数目 还有一些 当然一些 完整的帮名表 还有材料啊 等等一些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数据 这些都是我们常规的一些 参数数据 就是我们建模 这个分析是吧 需要哪些数据 然后支架 支架的话就是 比较小的支架 最典型的 那么支架的话呢 我们就又要分解了 那么这个分解 比如九粒子 这我们分解就是 这个有些是650 那么这650 一般是 可能跟我们分电动车 油车 比如说这个油车 那么主动车 主动车就是发动机车 或者电机车 那么650 650可能是 这个状态呢 就是可能是 当个零部件的 那么 比如取得 我们要达到 20个DB的隔阵 那么要 要满足多少的一个模态 比如说 我们要 一般是500 是吧 那么500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 这个整个状态下 是500 那么分解 当个 当个系统呢 因为 因为工商 那个工商 肯定没有我们的 设计系统嘛 它只有一个键 那一个键的时候呢 可能要 当个键的话 可能满足800 或者是1000 才能满足 我们整车里面的500 所以的话 这样的我指标 就提及给 把这个指标 800或1000的指标 提给工商 他一般有近的工商呢 他会 都会知道这个指标 大概多少 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一种测载 就车身测载 可能是300 或者500 那么这个500呢 有些300 是吧 这个是整车重大下的 那么我们反过来 一样的反对 就是说 我们也反对一个值 给我们的相关的工商 是一样的 像我们连接压 是支架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一个模特 是吧 那么这个模特 那么我们提给工商 当个键的模特 我们又反对了 反对 也就是提高400 或多少 这样的话 放在整车里面 只能达到200 后面是一样的 包括轮网 还有轮网的一些 模特 自然刚度 其实还有轮网 还有我们整个轮胎的 空腔模特 这个都有要求的 包括后视镜 单的座椅 等等 就是这个是 摘入了一些 一些一部分 然后下面就是 比如说 举个例子 还有门盖系统 门盖系统 包括典型的一个 门盖是吧 四门两盖 或者是 我们一般的是 比如说 基盖 发盖 或者基盖 还有门 门抱前门后门 有些是没有后门的 包括还有我们的天窗 以及我们的一些尾门 那么这个尾门的 这个门的模特 一般是用 弯曲扭转 还有一些 内板的一些 内板模特 外板模特 以及我们的辅建 比如说后视镜 等等 那指标呢 这个指标也是要进行 一个临火的定义 前面说了 这个指标怎么来的 就是通过一些 精品 我们为什么做编码分析 或者是我们其他那些车的分析 就是为了定这个指标 下面就是我们 TB和整车级的分析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典型的TB的话 就是一个 TB模特 是吧 比较多的 闯进点 TB模特里面 包括整体的弯曲扭转 这个是必须重点考察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 TB模特里面的转向 是吧 大概就是我们TB状态的转向 然后他的一些 比如说TB模特里面 还有一些 其实从TB模特分析 我们得了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 举例子 我们通过TB模特 基本上可以 得到那个模特分布表里面 百分之六七十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频率 因为我们放在整车里面 其实整车里面的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整车里面的门杆线的模特 跟TB状态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车是TB加个称套 或者是其他的球角 是吧 跟我们的一个底盘连接 所以说这样说了 就是说他的整体 我们只要一般情况下 支援模特分布表的时候 只要你把TB的模特 算得足够详细 它的一些 基本上就可以把模特分布表的 六七十可以治理下来了 当然其他的 像吃起到底盘的小架啊 动种啊 一些钢铁 或者底盘的一些摆壁啊 等等局部 局部各当个零件的模特 那可能是中国底部 建立一些分析才得到 所以这样的话 就得到我们完整的一个模特分布表 然后TB还有什么传寒 比如说我们传规的震动 还有噪声 还有我们一些动光度啊 等等传寒 那么它的目标 这个目标的话 可能要求越来越高了 可能它的有些加速度啊 有些加速度指标 有些速度指标 它是都一样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NDF 造成熟的函数 它也有它自己指标 是吧 也整车里面的分析 包括整车比较典型的路灶 是吧 还有我们整车模特里面 悬架的一些动作的钢铁模特 它也有它的一个 有它的考察范围 是吧 有我们的一些整车加速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分析 那么它的一些峰值 它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路灶 你要这个要打到多少 它都有它的一个 就是说它有限的 有一个限 就是不同的车速 或者说它的功控下 它的不同的发动机转速 它的指标是不一样的 一般是这种线 从这个线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路 分析路灶啊 我们可以得到 比如这个加速度上是吧 最一般的加速度上 那么通过一般路灶 比如说路灶的 我们可以识别 诊测 这个是我们现在开发 车型 诊测中间的一个 诊测的一个 整体的性能水平吧 然后就一个例子 像我们都诊测分析是吧 一般的需要哪些参数 这是很多的 比如有些我们 有些参数可能跟我们的 MV相关 还有一些动力学相关的 比如称套的 特别称套是吧 称套哪个参数 称套的需要哪些方向的刚度 阻力啊等等 都有很多 比如说悬架系统的 悬架系统 分什么外污训 扭力量啊等等 还多连杆啊等等 悬置的 轮胎 总成的是吧 转架系统 阻力 减轻器的阻力 还有转移器的阻力 等等人就模块了 所以这种系统就会分到很多一些软件 就是我们称套啊 或者是那些 相交链的一些需求参数 那么这个也是为我们整治分析了 提供一个输入条件吧 OK 那么第三块 我这个时间可能加快点 这第三块就是这个 基本概念吧 基本概念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做这一块的话 不管是做仿真 还是试试吧 大家可能对这一块 对视觉 有比较深度的一个了解 大家一起来了解是吧 可能这个包括 MH这块是吧 这是传统的一个定义 包括什么造声啊 震动啊 还有声音速度啊 是吧 一个生品质 其实上次4月27号 听那个国际论台 国际论台那个彭博士 他 彭建博士是吧 他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MH并不是这样称呼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那个回望啊 他的一个讲解 就他对MH这个理解啊 又更加深入了 就升华了 但是这个传统的理解 还是一个震动造声 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在车里面开车 是吧 主要的震动和造声 方向盘震动 座椅震动 地板震动 是吧 然后第二个是 比如我们开车 速度一上去的时候 他的那个造声 把风造 是吧 他的那个结构造声 就很明显了 所以这个两块 就是基本上 对我们人的一个很开整整整主观的一个直接的感受 那么这个时候说是后面那个什么生品质啊 这个比如关门的时候 可能有些女士是吧 他关门的声音可能需要关门的声音可能比较 关门力也不是很大是吧 关门的声音比较露和是吧 可能男士可能需要一些可能有些感觉 就是说可能需要有震撼的一些感觉是吧 可能说要求不一样 所以他对一些 包括这个生品质 可能他的性能的一些指标 可能是有所不区别的 那么比如说常见的概念就是 我们知道MH一定要搞清楚一个 第一个是磨散 一定要磨所有的分析啊 除了这个刚进 就是进跟磨的不相关 比如进刚度可能跟磨的不相关 其实它跟进也有相关啊 那么所有的分析 比如说什么动刚度啊 震动啊 噪声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神圈器的分析 基本上所有的分析都跟磨的关系 如果说 如果说你的磨的没做对是吧 做的不准 那后面的分析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可能有点飘移了 所以大家注意为什么 MH难做 就是说第一块就是说 有些公司就说 第一先把磨的做好 不管是从零部件到子系统 甚至到TV整理性的磨的一个最好 是吧 如果你这个磨的没对好 你后面做这些分析 可能你对你的 有些结果会散到一个 你简单是你可能会 自己的怀疑了 所以说第一条就是 不管是 第一要把磨的这块先做好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磨的做好 那么随着一些点啊 比如说一些建模的一些处理细节啊 建模的一些参数啊 是吧 等等 这就很关键了 这就是建模的一些事情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去说 现在的话 从这个零部件的磨的分析 是吧 基本上包括BIP啊 BIW啊 零部件的分析呢 基本上都做的精度比较高了 基本上能达到 就是误差 可以达到5%以内了 磨的分析 一般的如果你做的比较好的话 基本上打到这个 就是这个做的比较好 然后比较难的就是什么 比较难的就是我们后面的 TB跟那个 呃 这个整整集的 为什么 因为TB里面涉及到什么 是这样一些 有一些比如密封条 是吧 还是连接关系的处理 如果你的处理方式不对 就是里面的参数 比如举例是吧 现在密封条里面有些 刚度 是吧 还有什么其他的处理 如果你是哪些参数是错了 这个对的结果 是反正颠覆性的影响啊 一个参数可以 所以你的结果 无论是颠覆性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差异是说 大家一定要行这个概念 就是对建模的一些 技巧方法 你说一定要掌握 那这基本的概念 比如动刚度 还有那个震动啊 噪声 还有什么 点的前一率 就是mobility 这些分析 那么关注那些分析内容 和关注的一些项 是吧 大家考试指标 这些常规的一些概念 那么最下面是 我们这个都知道了 一些比如举例子 从这里面 想引出一个概念 比如说 这个最简单的 什么位移速度加速度 是吧 那么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关系之后 然后比如说举例子 我们的位移 用这个指数函数 这个来表示 那么速度跟位移 它是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导数 是吧 那么加速度跟位移 是二级导数 那么他们之间的说明呢 我说位移跟速度 跟位移的就相当一个 奥米格 就相当一个频率 那么加速度跟那个 速度相当一个奥米格 那么加速度跟位移的 又相当一个奥米格平方 奥米格平方 所以说 那么位移跟速度的 它是相有相当一个相位 那么加速度跟位移的 基本上就是相当一个 正好相反的 一个有80度的一个相位 当然它的 就是相当一个奥米格平方 那么相当什么 这个关系 一定要搞清楚 行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话 就是对你后面的分析 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这里面的一些 常规的要素 是吧 一些什么政府 频率等等 然后下面就是 比如就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这个 最简单的例子 当制度主流系统 大家这个很熟悉了 可能看过很多 相关的数据了 比如从它的 它的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从它的质量刚度 是吧 然后它那个演变的形式 可以推导主流去说 我们的频率 跟什么有关系 这个公式很关键 这个公式就是说 对我们的 后面的优化说 产生一个 很大的一个 呃 建议和指导 就是说频率 它跟刚度 质量有关系 那么你怎么优化 你肯定从这两块 来考虑了 是吧 后面的一些 后面的一些 这个扶植啊 它什么定义的 相关叫什么定义的 是吧 这个大家要了解 理解这个相关的概念 就是说 对你后面的优化 就是说 会产生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吧 我们后面会讲 然后比如说 举个例子 像这个刚才是 无阻尼的 它这个是 没有阻尼的系统 那么在阻尼之后 多了个C是吧 那么就C 这个C呢 在我们整个 MH仿证里面 有哪些地方用到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 转向器的阻尼 简单器的阻尼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用到C了 那么C在我们的 模型的定义了 一般是通过B 来定义的 这个B的阻尼呢 一般是通过 测试来得到这个数据 那么这仿证里面 怎么输入了 就是如果你出早点 可以通过 比如说举例子 简单器的一个 拉伸压伸 拉伸曲线和压缩曲线 是吧 那么通过这个 可以出到立根 那个速度的一个 比的关键式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得到我们的C 是吧 那么C的话 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去出早点 取它的一个 拉伸压缩的一个 平均值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这个是肯定 所以说 它这个相关的 那么举例子 它带这个C的话 我们这个方程 又是不一样了 那么因为有这个C 是吧 那么 就会得到我们 这个反过来推倒 有时候得到一个 刚度 那么这个GD 就是动刚度 刚度就是我们的 立除位移嘛 它只无非就是 带来一个频率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从这个公式 我们得到动刚度 和净刚度了 它多了前面这一项 是吧 当我们的频率 等于0的时候 就是说 那么当我们的频率 等于0的时候 它基本就净刚度了 或者是在低频的时候 就净刚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很多分析 在低频阶段呢 为什么用净刚度 来带来动刚度 就这个原因 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动刚度 跟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跟它的一个刚度 净刚度 还有我们的频率 以及我们质量阻力 等等有关系 所以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在不同的区域呢 优化了思路方法 是有所区别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 低频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动刚度 接近刚度 那么有时分析 比如说九个例子 所以我们注意安装点 还有拯救器 安装点 那么这些分析呢 我们可以用 净刚度来 替代我们的 动刚度分析的时候 这样的分析 基本上呢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 对低频是非常敏感的 特别是10号子以下 20号子以下 然后到了 比如说在低频的时候 那么在公正的时候 我们怎么优化 比如说我们在 创航里面 出现很多峰值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优化 那么优化的思路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起来阻尼大小了 那么这个阻尼 有很多方法 是吧 可以通过加质量 或者加那个 根部啊 等等一些调材的阻力大小 都可以实现 是吧 就是为了降峰值 或者把峰值 把一个峰值 移成两个峰值 是吧 然后到了 公正的时候 高频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它跟什么 跟我们的指灯有关系了 动刚度跟指灯有关系 所以说它这个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频率区域的 它的优化方法 思路不一样的 如果这个方法思路搞错的话 可能对你的 可能是第一次让步时间 第二就是说 对我们的效果 还不传来一个 不好的一个友好 那么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这个传统函数 就是我们后面 中文讲的传统函数了 那么简单的讲 传统函数 我们都知道 学过这个课程啊 就是一个输入 一个输入 经过这个系统之后 这个系统可能是盒子 比如车身 是吧 那么对我们车身来说 就是举个例子 像我们 是吧 车身来说 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输入点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旋制吧 旋制输入点 那么给它一个输入了 它经过这个车身的一个 做制度系统之后 丢我们的方向盘 是吧 产生一个响应 或者丢我们的人耳 产生一个噪声的响应 那么这个响应 就是说输入给了一个单位 一个例 或者是一个位移 或者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载荷 是吧 这个载荷 然后输入之后 然后输入闪了一个输出 那么这输出 可能是以我们的响应 又可能是我们可能说 一个震动或者是造成的响应 是吧 那么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呢 就是我们输入 成为传递函数了 所以我们的系统 等于输出 反过来讲 我们传递函数等于输出 出于我们的输入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前面讲的那个 都我们把我们的 刚才那个 那个带阻力系统的 那个 一处于位移 等于我们的刚度 是吧 这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刚度 是我们的企业组抗 是吧 那么反过来讲 那么位移响应 出于我们输入 但反过来讲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传递函数了 就是继续导纳了 这就是我们的传递函数了 那么知道 我们知道 在灵敏度呢 它是表现了一个 外部基地 震动造成的一天 响应的一个程度 这是一个程度 就是震动的造成等等 那么对线系统来说呢 它是灵敏度输出的 没有关系的 就是灵敏度是一个 它是一个分离的 就是说 你输入是多少 输入是多少 其实上 其实我们的车身系统 不可能是一个线程系统 它是一个非线程系统 所以说 灵敏度不仅系统有关呢 还有我们输入输出有关的 那么为了 就是为了简化了 我们一般是把我们的车身 或者TP是吧 近似看见一个线程系统 那么就是说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灵敏度反映了 车身系统的特征 那么什么意思呢 刚才说了 我们旋转 发动机给它一个基地是吧 通过旋转这个系统之后 那么对这个方向板 或者人耳 产生一个响应 那么它可能路径很多 是吧 路径很多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所有的路径呢 表征 这个全职的一个 带来水平 就是对车身 整个车身的一个水平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意思 那么后的一个概念 是我们这个动刚度和 Mobility呢 这个 我们理由解一下 动刚度什么 动刚度 动刚度就是这条曲线 对吧 这是我们的动刚度 那么Mobility呢 它是一个这样 这个概念呢 在我们的一些 一些国外公司 比如说通用 用的比较多 大家这个用了什么 一般用来计算我们的隔阵 隔阵 这个是方法相当好 这个用计算隔阵的话 相当好 因为它是我们的 Mobility 这个Mobility 就定义什么 它定义成速度跟D的比值 为什么 刚才前面讲了 我们速度跟位移呢 它是相当一个Omega 和一个J Omega相位 是吧 相当一个关系 那么反而讲 Mobility 大一点之后 我们发现 Mobility跟这个动刚度 是一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说 你动刚度也高 那么速度呢 这个Mobility就低 是吧 就低 那么所以说 Mobility 它这个 就是这个导纳 这个速度导纳 我们一般叫 速度导纳 这个Mobility 它是平衡的复属 是吧 它动刚度是一个 是以同一个事实的 不同表达 所以说 这个就在为什么 记得那个 声道的隔阵力 上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如果你以为 这个Mobility 它跟这个 刚度是相反的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为什么 对一个系统来说呢 就是它的一个 刚度比较好 刚度比较好 然后它的一个 这个声道是吧 也比较软了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基地 基本上把它割掉了 就这个意思 如果说 你刚度要好 你这个很刚硬了 那么这个就是 震动不容易 传递过去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理解这个概念 这概念 给概念的搞清楚 第一个就是 我们速度跟力的比值 速度跟力的比值呢 其实在我们 很多地方也用到 就我们叫IPI 就是我们的 加速一般叫 动刚动 是吧 这也是动刚的 这个表 一个称呼 另外一个称位吧 是吧 它是什么呢 加速导纳 然后它叫惯性 我们速度 加速度跟力的比值 是加速度跟力的比值 是在惯性 叫Initance的单位 然后速度跟力的比值 什么 就是我们的Mobility 就是我们速度导纳 就是随动性 叫Mobility 它是速度跟力的比值 当我内散的一个速度 那么力跟位的比值 是位到呢 就是我们的劳度了 就是比如说X比较位移 它是劳度 那么反过讲 它就是刚度了 接阻抗了 前面见的 它就刚度了 一个比较大了 就是它的概念 然后力跟加速的比值呢 就是加速度 力跟加速的比值呢 一般因为比较少 就是加速度组抗 这一般比较少 这个是力跟加速比较少 这个是平方 要先把这几个概念 理解清楚 后面对我们一些分析 很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就是这个硬并能 硬并能为什么讲这个硬并能 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 你很早就学过材料理学里面 这硬并能 反过讲是吧 我们算模特 可能会输出一个硬并能 那么输出硬并能的目的是干嘛 我们知道硬并能是什么 硬并能的一个固体 在我们外的作用下 比如说这个随便 这是一个墙是吧 你力的作用下 可能会压缩 那么压缩之后 它会组成一个能量 这个能量呢 其实它变形之后 我们把这个能量 成为一个硬并能 硬并这个是很常过来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什么纵向变形 一拉伸是吧 它会拉伸 前面变小 长度变长 是吧 那么这时候就是 通过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硬并能 这个硬并能是明硬并能 就是比如说 等于力出于面积 是吧 硬并跟什么 硬并跟我们的 呃 一跟那个Sigma 就是我们的一个 硬并有关系 是吧 硬并就等于我们的 我们这个Data-L 除于那个 伸长量 除于原长 是吧 那么做那个 波松比就是这个概念 那么从这里面 我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结构拉伸之后 不是压缩之后是吧 那么这个阶段 它呈成的一个能量 是怎么讲 就是力在这个 在这个物以 在这个二路是吧 大家物以所做的功 那么 我们可以记住了 这个功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它所做的能量 就是我们的硬并能 那么这个硬并能很大的一个 对我们方面的优化是 不同的优化 不管是什么 进钢东钢的优化 比如很大的一个指导 所以大家一定要 使一个关注这个硬并能的一个概念 那么比如说 第四个就是我们 nmg仿真里面 哪些 不是传递函数是吧 有哪些分析吧 第一个就是模态里面 模态 我跟它说的 模态是我们 nmg分析里面 仿真里面的 包括仿真啊 测试啊 是一个最重要 最基本的一个性能一个概念 一个指标 如果说你模态没做好 你这个NVH整个直接的NVH做得很好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相信了 那么因为这里面可能我们重点关注的 比如说整体的比如说一些扭转弯曲 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等等还是其他局部的一些模态 那么局部的模态就是 比如说出现航梁啊 背带池啊 顶棚啊 潜艇航梁啊 等等 潜围啊 等等那些模态 那么英明能 可能说英明能这个概念 就是说对我们的优化 优化是吧 优化就交改进的 提供很大的一个参考 这个我们后面会重点讲 那么到这里面会用到一些工具 比如说模态识别 那么模态识别的方法有很多种 手段有很多种 那么模态识别的 它只是一个工具 它是为了辅助我们来 整确定义某一个 系统和结构的 比如车身系统扭转弯曲的一个模态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 总的我们的人的肉眼 或者是很难你整齐定义这个模态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段 来进行一个识别 然后这样就去我们的动刚度了 那么动刚度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用的比较多 就是比如说安装点动刚度啊 按照动刚度一包两块 第一个是车身级的 比如说我们的BIP级的 还有我们的TP级的分歧 是吧 那么有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两个分歧呢 后面都会讲到 那么我们知道动刚度呢 我们先大概的了解一下 动刚度呢 它是刚度水平率变化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所以它这样的话就是 从这里面我们又 引出一个概念是我们的IPI 我们说的 其实IPI是 它这个什么 递根物移 这个定义呢 是比较粗糙的 是吧 这个是刚度的定义 这是刚度等于 因为IPI是什么 IPI刚才说的 它定义是等于加速度 加速度跟粒的比值 无非是加速度 加速什么 加速等于什么 它等于什么 跟我们的凹蔽个平方 它是一个 跟我们的凹蔽平方 实际相对 跟我们的物移也相对凹蔽平方 所以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 它跟我们的刚度有关系了 因为把这个物移除下来 不是刚度吗 所以说这个IPI呢 就是我们这样定义的话 是比较粗糙的 所以说为了 现在为了统一的称谓吧 我们把IPI称为凹钢钢钢 其实IPI是我们的速度 加速度跟粒的一个比值 那就是这个 加速跟粒比值 就是我们为了这样称谓 把这个称谓我们的这个凹钢钢 那么后面就是一个振动传列函数了 振动传列函数就是说 它是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人开车的时候 一个一个振动 比如方向盘啊 对导毁啊 地盘啊 换了手柄啊 等等一些振动 大家对这个基地大小的一个敏感程度 那么这个基地大小 基地是吧 这个基地点 有很多一些传递路径 传递点 那么这是我们考察 就是对这 和哪些点的比较灵敏 哪些点的路径比较灵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分析 这个VDF的 就是振动传列函数的一个意义 那么后面说 还有一个造成传列函数 造成传列函数 就是我们人对一些造成 比如说 因为我们人在开车的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气压的变化 或者是外部气压的变化 导致产生了一个 而这我们就是 那个声腔的体积 声腔的体积可能会产生一个变化 所以 声腔比育体积变化之后呢 然后一些剑的模特 又对这个体积产生了一个响应 一个拍打响应了 所以对我们人而 有产生压的一个变化 从而导致造成的产生 所以从这里面 在基本的概念 可能大家都清楚了 但是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那后面就是我们整个路灶 整个路灶分析 我们整个路灶分析呢 就是 其实路灶分析的目的 就是识别整个里面 我们整个整个是吧 它的风险 哪些风险点 就是结合我们前面做了一些 从我们子系统 到TP的一些分析 来进行一些分析 比如说我们 整个路灶可能有很多方法 就是路面谱 或者是轴斗粒 是吧 生产可能采用抽单元 是吧 但是可以快速的 找到我们分析的方法 那么后面 不过主例子 还有我们的TP分析 TP分析的目的就是 为了实语 通过TP是吧 其实这个TP 大家知道 TP不一定用在整车里面 用在这个领部件 或者子系统 也可以用到TP里面 只是我们 整个社的TP是 用的整整率比较多一点 他们通过TP分析 我们可以识别出 找出哪些 哪些灵敏度比较大的 比如是力输入大 还是我们的响应 还是我们的传统函数 等等 他那个 通过一些 找到这个关键因子之后 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和改建 那么 下面一块就是我们的 目标设定了 目标设定的话 其实前面也讲了 也是我们目标设定的话 一般的前面是 第一个是编目分析 是吧 编目分析的话 但是还有一些行业的经验值 一些平台的经验值 比如主例子 我们常规的 比如说振动传的函数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0.3 或0.2 或者是这个速度 可能加速度 加速度可能300 或者是100 或者是150 还有50的 为什么说这个数 这个数是这样的 这个数是 大家通过很多车型的研发之后 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值 当然你可以 就是你的车型要求比较高 可以定于0.2 是吧 或者0.05 所以可以把 定到0.05左右 都可以 就这个数值经验值 就是通过很多车型开发 知道发现 定这个值 基本上就是说 能满足要求了 满足要求了 所以说这个当然 还有前面那些 通过我们的进品车 都能进这个目标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传统函数里面 VTF一般是 基本上都会满足要求的 基本上会满足要求 就是不会 什么出现很大的超杀 除了什么 除了那个 冷却模块 风扇 还有些球点的一些基地 是吧 可能会超杀 基本上就是 你车 如果车型的股价 做的不会太差的话 基本上就是不会超杀的 就是 超杀很少 当然超杀的 比较多的是方向盘的 其实对方向盘的响应 超杀比较多 一般的导轨超杀 很少 很少 然后下方这个就是 我们的造成传统函数了 造成传统函数前面也讲了 他的目标也是怎么定的 包括前面说的 大家很经过很多什么 55啊 60啊 是吧 有些还分主次方向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我们的 比如传统车里面 方向定的 主方向定的55 是吧 你后面到了整这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 问题不很大了 就是说 不很大 包括现在我们 现在用系列开发呢 可能有些尺别更高了 基本上不分主次了 就是有些方向定的50 或者 或者55 或者是 就定的要求比较高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生意 掩辟了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 因为这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挑战的 那么比如刚才说的 这个例子就是说 为什么定这个10 是吧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 刚才说的 就是都是经过 大家经过很多 资金的开发之后 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值 就发现 比如在我们TB里面 叫我们的VDF 供给到这个指标 在我们整车里面 哪怕是整车纺针 或者整车路灶 基本上不会 大家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不会很差 那么东刚的这个目标设定 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禁品 比如说有 我就列到 像我们这有ABCDE 是吧 很多车型 很多车型的开发 那么通过车 禁品车型开发之后呢 我们又得到每个点的一个值 是吧 那么下次我们就开发 我们的车型呢 跟这个车型比较相近 比如轴距啊 还有轮距啊 是吧 整个车转啊 都差不多 那么从这里面可以进行梳理 比如我这个就是 就像这个 简直器的X方向 是吧 我可能定了16,17 是吧 可能定了12,13,15 差不多了 是吧 Z方向 那么从这里面可以定到18,000 是吧 就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提供 很大的参考 是吧 这个后面为什么 这个大动 就是至于那个车展嘛 为什么人家 现在很多车型啊 包括他们的油车 是吧 为什么在弯向 增加一个大街 大街 就是为了解决 全质的弯向的一个 动缸度的问题 就是就是我们动作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大街的 整个对整个的一个表现 就比较震度造成啊 就比较差的 因为缸度太差的话 你这个加这个大街之后 基本上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 OK 那下一个就是第六个 就是我们动缸度跟传着函数 他们之间的关系 具体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到了这个动缸度跟 比如说 跟我们NDF 跟VDF是吧 他们之间有很强的关系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只是通过这个案例 反过来讲就是我们 动缸度跟NDF 他们有关系 但有些时候 有就没有关系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在优化这个NDF 或者是VDF的时候 要来反过来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 我们这个动缸度 大概 就是它的表现怎么样 主例子像我们这个车 是比较这个后悬质 是吧 这个这个点的 后悬质 后悬质在这个63号 这有个峰值 对这个加成诱饵 有个峰值 那么这峰值 这路灶 这个造成 就是NDF这个造成 这个造成成的函数 它有个峰值 那么这峰值呢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它的动缸度有没有峰值 我们发现了 动缸度在这里 也有个相近的峰值 对吧 那么算是这个时候 你不要不要整其他的 你先把这个动缸度 的时候 先看一下 先把它建下来 比如就例子 简单设想 就是假设 在这个旋转点呢 这个 这个六色的显能 这个六色 这个三件框 是一个不落的显能 不显示 然后在这里 加一个 比如加一个连接 这个显示 加一个方案连接 加一个大街 提高它这个 这个歪线 这个歪线的缸动 是吧 我们发现之后呢 这个动缸度 这一块就 便宜了 是吧 63号是这个峰值 基本就没了 以为了是吧 那么说 反过来把这方案进行 NTF的验证 验证之后发现了 这63号子这个峰值 就基本增了很多了 从这里来讲 就是说 这个63号子这个峰值 NTF的这个峰值啊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吧 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六七十 是这个动缸度 这个引起的 所以说 这个话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这个 NTF和VDF分析的时候 大家在某个科目 极力点超差 或者是共性超差的时候 一定看一下这个动缸度 就是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峰值 或者超标 也许动缸度没有超 动缸度满足要求了 比如说 我们考虑 动缸度这个值啊 满足要求了 但是也不能表征 你说你这个 NTFOK了 就是我们看下曲线啊 因为很多动缸度的处理方法 我们后面前面也讲过 这个以前讲过 应该是前年吧 在我们讲过 那个动缸度的 后处理不同的方法 方法那种 就会简单的意思吧 我们就同一种方法 那么 因为这个动缸度 比如平均法吧 平均法 那么它平均法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20到200号子的 这个动缸度的 直径就是平均了 你不能看出 是哪个峰值的影响 所以必须看曲线 也许你这个整个平均范围内 动缸都是大家目标什么都要求的 但是你在某一个点 大家可能对你的 其他的 比如NTF DF 这个长寒 反正很一个致命的影响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是说明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这个相关的 优化的时候 要反过来看这个进行一个 就是他们在学相关联的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当然了 有些时候呢 NTF超杀 动缸都是OK 它没有峰值 这是有的 那就是它的一个路径的问题了 可能是板间的路径的一个问题了 并不是它的源头的问题了 OK 那我们下面就讲 我们那个 比如专业振动传的函数 它的硬化的思路 和它的一些方法吧 那么振动传的传的函数 我们前面讲了 基本上这个振动传的函数 超差 是VDF超差 是吧 一般是比较少 如果超差了 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比如说 因为比较多的 就是模特供应量法 模特供应量法 就是什么意思 因为振动嘛 振动传的函数 它是 它是跟某一个模特态 这个模特态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我们 比如说取个例子 我们的那个 还取个例子 我们的那个 选择点吧 选择点 比如说 选择点 选择点 对我们方向盘 它的超差了 这方向盘 就是它基地 单位的基地 是吧 它这个方向盘 可能我们定的是0.3 它可能达到0.4 0.5 是吧 超差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是说 看它的一个刚度 有没有在这个 比如在某一个峰值 比如在35 或者某个峰值 有没有峰值 第二个就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向盘 是不是有35赫兹的模特态 是吧 那么这个模特空气量 就是为了辅助我们 进行一个 就是定性了 就是基本上能定下来 就是是哪个频率 招杀了 就是我们可以看个案例 就是 比如这个例子 这个案例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 就是我们方向盘呢 有个模特态 是28赫兹 是吧 28赫兹 就是它的一个垂线模特 垂线模特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 我们的一个旋转点 2001是旋转点 旋转点 成旋转点呢 它的Z方向 Z方向的 方向盘 激励的超差了 那么通过这个 就是我们 通过这个模特 供性量呢 来进行一个识别 识别的 识别之后发现的时候 28赫兹呢 是方向盘 有个垂下模特导致的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一画 是吧 那是可能提高 把它模特进行 闭屏的 闭屏的 一般是往上提了 是吧 往上提之后 我们先做个study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 模特供性量之后呢 是28赫兹 保留4系的 贡献 那么假设 能不能在这里面 把这贡献的 粘米度降低 降低 比如降低 这个我们 这个举例子 我们降低的 比较40 那么这个 发现这个响应的 就是原来 只有0.4是吧 我们这个时候 0.2了 那么它是 没有超上来 对吧 那么再几个案例 就是这个 怎么操作了 这样的 那么这个 模特供性量呢 用的比较多 对我们的VDF里面 基本上很有好的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工具就是说 那么比如举例子 我们这个28 这个刚才说 就这么优化了 第一个是 我们在软件里面 大家这些软件 很熟悉 就比如通过一个set set就是我们 定一个节点 那么节点呢 就是举例子 这个节点呢 这个节点 这个点是响应点 哪怕是方向盘 或者地板的响应点 如果你是 如果是 我们设计在C的 Grid C Grid C就是 它会设计分量了 设计分量 比如说Grid C之后 我们这个T3 就是Z方向了 Z方向这个点 它会响应 我们想看到 就是说 这个选择点 就是地板 对这个地板的Z向方向 带了一个敏感程度 是不是它引起的 那么举例子 我们还设计 这第一个set 第二个set 是设计一个频率 我们也要定频 就是说 我们只考到28号 不考虑其他频率 是吧 所有定频 就设计的 alpha eq 那么 后面就是 我在空间上 怎么设计的 就是通过PFModel PFModel里面 我们去考虑结构的 所以我们只要 设计的Structure 然后设计的SMP 是设计的All 然后刚才说的 set的频率 是吧 频率是6 频率6是 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是 就这个了 这是6 就是我们设计的 28号词 那么后面一个 setoff buff就是我们的 自由度了 我们是考虑 Z方向 它的编号是 3.5 是吧 3.5 那么把这个定义好之后 就得到我们 可以通过计算 是吧 就得到我们 这个2001 全支点Z方向 激励 对某一个 它的一个 响应 当然这个 这个是 因为假设的 一个地板 是大家可以 这个思路 这个套路 来 互相分析相关的 对方向盘 地板等等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个 这个对 VDF优化 优化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 大家也得掌握 这个PFModel 就是这个 摩带供应量 这个工具 那么 那么 下面讲的是说 如果说 这个58 这28号怎么优化 那我们这是 那么怎么优化 首先你要 从这个 测身里面 对着转系统 HPFs转系统 进行优化 就是你要 找出它的一个 差 一个波的区域 然后把这个 18号进行提升 提升之后 就是说 基本上能解决 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是振动的 造成的转移函数 怎么优化了 造成的转移函数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做过仿真里面 都知道 仿真里面 这个造成NTF优化 是比较淘汰的事情 淘汰的事情 如果说 你碰到某个车 是吧 它的很多激励点 它的NTF都超差了 可能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有 自己的套路 套路是 套路的第一点 就是说 举例子 我这好这里没有 这是案例 举例子 我们这个 比如说有 车里面有 大概比如说 有28个 或者24个激励点 24个激励点 为什么 什么动肿和旋转质啊 等等 一些后旋转质 24个激励 24个激励点 形成三个方向 有72个 72个点 72个点的话 比如说对我们的 加成诱饵 加义是吧 我们 通过分析之后 得到很多它的一个曲线 可能它的一个造成曲线 一个NTF那个 移民度曲线 是吧 那么我们 比如说很多点之后呢 我们找出 比如说 它发现的72个点呢 72个点的 其这个方向嘛 说它对某些频率啊 可能对这个什么 28呀 什么 235啊 或者42呀 有这个 有这个共性 就是它出现的字很多 我们把这个统计出来 第一点统计出来 统计这个出来 我们统计出来之后 第二个是 找出这个共性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统计出 第一点是 第一步是统计出 每个基地点 它所出现的峰值 比如 举例子 经济的记忆的 Z响 Z响点 它出现在这个 我们考虑的 20到200毫兹 它出现的 峰值比较大的 超差的 比如这个 12的55 参考值 它有10个超差 我们把它统计出来 总共有统计72个 对吧 我们统计出来 第二步 对这个72进行分析 找出共性的 我们发现 72个里面呢 反正这里面统计有很多 可能有200个是吧 它那块钱就是说 它只有28啊 35啊 42啊 60啊 150啊 它是共性的 由它出现的次数啊 最多的 那么这时候 我们已经关注了 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什么 第三步就是说 我们要对这贡献品 进行详细的分析了 那么分析的首要是哪些呢 比如说九率子 有GPA 是吧 GPA是节奏空心量 面包空心量 摩托空心量 摩托法 用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第一个 重要的方法是第一位嘛 第一个 第一个 什么ODS啊 摩托法 这个用的是 其实对这个 ODS来说 用的并不是很多啊 他就把这个GPA 用好之后啊 对你来说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手段的 然后东西是什么 加强啊 对方案是吧 这对方案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出这些问题点 比如说28号子 到底是哪什么引起的 比如说九率子 28号子是一个什么 一个人是门的内板 这个 大家很常见吗 门的内板 是吧 那么 那么 门的内板引起了 那么我 这个时候怎么优化 是吧 那个时候通过结果优化 比如把这个加金啊 或者是调这个 大戒啊 或者是把这个 整个门的通过 形怀优化啊 来提供它的刚度 把这个摩托进行一个 变更或者优化 提比平 是吧 这是一个手段啊 是吧 九率子 九率子啊 比如九率子啊 我们这个 呃 4.01 这个比如说 某个百币点的 百币的在想 在想啊 它有 它是它的节奏供应量 我们通过之后 这一大节奏 我们发现了 就是说 这是它的一个 呃 这选择点啊 呃 这是 比如说 这个是 这个是 应该是 那个 百币点 一样的 百币点呢 发现 就是这个 这是 节奏供应量的 一个 频率 是吧 把这些峰值的 它的哪些问题点 找出来 这个是 8月4 8月4是 是它 是尾门的内板 可能是它 完全模担 是吧 50呢 是前提衡量的 模担 是吧 100呢 这个小峰值 它们是 不算高 它是一个 呃 测地盆盆 靠右的 这个区域 是吧 那么把这个问题 说了之后 那么 这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一些方案了 比如说 一个呢 是前提衡量 或者什么问题的 那么这个是 就是通过一些右 比如说前面图例的 这个是 这个选择点 这另外一个问题了 选择点 一句话 就是说 你要发现 就是通过 你可能是顶棚 这个高屏的 大概150左右 高屏的 这个模特 可能顶棚 是局部门引起的 那么我们调整 这个前提衡量 这个顶棚 那些衡量的 一个距离 间距是吧 基本可以降掉了 可以降掉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一号塔蒙座 一号塔蒙座 它在什么 它在什么 它在那个33赫斯 是我们4005 33赫斯有个峰值 我们通过基地变峰值之后 发现是一个右门的 后门的一个模态 是吧 后面的模态 那么后面的模态 更好м分之 k 大家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 其实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 频率 其实还有一个 等于二排分 二排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ita 就是二排分之1 其实我们前面 什么 这个不有个 更好m分之 k 是吧 那个 那个只是ät 脚频率 脚频率 跟那个圆频率 它有相当 ämic排 Climate 你想要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算出来 就是2πF等于这个m分之k 就是F是我们的自然频率 奥平管前面的公式是较频率 它等于较频率 所以它是等于F等于2π分之m分之k 那么这个怎么算呢 比如33号是超差了 33号超差之后了 第一个频率知道了 第二个一般的指令的话 你可以设定一个 设定一个 或者说你还有一种方法 这是第一种方法 是设定一个比如m0.5 那么刚度也可以取出来了 那么这样匹配了 基本上可以把这个风都消掉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怎么算呢 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输出它这个 我们要得到这个距离的刚度和指令多少 我们就是这个是假定的嘛 我不能假定 我们整确定义怎么定义的 我们通过33号之 这个频率 我们现在用的模特 不是算这个模特 不是那个EIGR吗 是吧 一般是指令规一嘛 MS嘛 我们不用MS 我们能用MAX MAX指令 位于规一法 位于规一法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它那个 得到它什么 得到它的刚度 这个刚度是 就是对于33号子这个刚度了 就是刚好之后 反过来讲了 我们会求出M 求出这个M 所以这样的话 就比较准确定义了 如果你比较准确定义 就是直接取一个一般小的值 然后反算在刚度 就是这样的话 基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DEMBO的设计 就是这个思路 可以把这个风的基本可以消掉了 那么下面一个就是 比如9例子 这个这是一个 我们通过一些对标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个点 在这个60号子 有个尖包 尖封 就是我们通过识别之后 发现的是潜艇航量 潜艇航量一般的问题比较多 现在出现了 那么怎么出现 怎么解决问题了 首先我们通过对标发现的 比如说宝马擦屋 它的潜艇航量的前面刚度 前面的形状 因为它一些键的是吧 它的厚度组成 然后我们还另外一个车 是吧 也是这种形状 那么我们假想 第一方法 我们参考这个净品的 加一个键 是吧 发现之后了 这个峰值虚线就消掉了 这个虚线就消掉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我在车里前面 跟参考前面的方法 加一个DEMO 那么DEMO的计算 跟前面讲了 是吧 也可以把这峰值虚线消掉了 DEMO方法就消掉了 所以这两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在通过竞品 还是通过智能块 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频率的峰值 NDA峰值消掉了 这也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尾门的这个模态 是吧 我们通过把这个 对这个尾门的支架 进行一个优化 是吧 优化之后 基本上把这个频率也消掉了 因为这是尾门的模态引起的 所以我们通过 找出 通过找出 它的关键区域 把这个模态改变 基本上可以把这个 NDA峰值进行消掉 是吧 这个也是刚才说的一样的 这个尾门的支架 简单的一改 简单的一改啊 基本上不设计重量 这个方法 这种方法呢 设计一般的很喜欢的 包括什么 项目总监的项目总工啊 很喜欢这种方法的 因为它这个层门 很简单就改掉了 切过就很明显 对吧 后面的一些尾门的一些 尾门枪的这个刚度 是吧 你可以进行更改 基本上可以把这问题 全部解决掉 这就是 这是 NDA峰这个 优化的 处理个思路吧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讲一下 我们的东刚度 因为这是我们之前的 课程的一个名称吧 东刚度 那么东刚度怎么优化呢 我们前面讲的 通过前面的这个 不就一个频率 那个曲线吗 是吧 那么前面前面 在那个低频的 什么高频的 还公正的 是三个区域 我们前面的曲线 不是这样的吗 前面曲线是这样的 那么在低频的时候 是吧 它是接近近刚度的 那么近刚度呢 我们就通过什么 那么既然是近刚度 那么刚度怎么有关系 刚度跟结构的 搭击啊形式啊 或者是是吧 有关系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又通过一些 结构性的调整 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了 那么在高频的时候 对比高的时候呢 因为它跟指令有关系 我们通过一些 dumbbell啊 一样质量快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公正的时候呢 这跟阻力有关系 那么公正的时候 我们加一些 就是dumbbell啊 或者是呃 也是可以通过 刚度改变 把这个峰值移平 是吧 也可以改变这个 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或者是加一些 阻力片啊 等等 那么这些成功的 优化思路 比如说方法 动静度怎么优化呢 比如说这个 截面的大街 还有开口形状的一些改变 是吧 加上机呢 等等局部的一些 这个比较 就是这个说是比较通通 下面我通过一些案例来 来说明吧 这个又出来了 这个就反过讲了 为什么应变呢 我们看见应变呢 它的什么功效啊 应变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 某个点选拟点 选拟点 它这个 刚度的超差了 是吧 我们通过这个曲线 可以看到 这个三个曲线 XYZ是吧 这是这个 这个粉色线 是一个参考线 我们发现了就是说 我们这个响应 就加速度 我们知道 响应越高 它的动静率越低嘛 是吧 所以从这里面说 我们看这个 Z响 Z响是最高的 变成线那个绿色的线 因为它的响应最高嘛 所以它是 刚度只有1500 那么怎么优化了 第一步 今天通过应变量分析 我们应变量怎么算呢 应变量什么 等于我 等于我看怎么算 就应变量算的话 这样的 就是你在这个点 加一个单位力 单位力啊 你就加一个单位力就行了 单位力 然后优数 比如说 你就算这个 非那个减证器那个点呢 你可以约束减证器 四个减证器那个点 然后每个基地点 凑杀基地 加个单位力 每个方向都加 就吧 比如这个方向 加这个方向 这个点之后 我们发现 从这个变形的模式来看呢 这个就是它这个 下面的钢度比较差 你看 基本上弯掉了 就是一地一步 再想一压 下面又没弯掉了 所以这个 那个红色区域越多 越红了 它的能量又集中 什么区域不落又不落了 在那里撑不住了 撑不住之后 我们下面 就是把这个下面 那个撑住的这个支架呢 把这个侧面跟搭接 搭起来 我们发现 它在通过搭接之后呢 把这侧面的钢度 跟它利用起来 那这时候动钢度提升一千五 同时呢 我们再发现 它就往下R5了 是吧 往下R5之后 加一个腿 把它撑住 是吧 撑住它不往下R5 又提高在钢度 并增加一个方便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不是 也提高四千了 我们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你看 这个原来是两千五 这方向是一千五 是吧 你也提高六千五 所以某些要求了 这种就是 基本上不涉及很大的 只能 重量增加了 也不增加什么很大的箭的 都是小箭 大击啊 等等 所以这样的话 这种方向就是 那个重量剩下0.3公斤 是吧 这效果是非常可以的 是吧 下面是一样的 下面的话就是 比如说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防火墙的因应病量 大家注意啊 这样的重钢度 这个钢度这一块 因为它是一个局部点的 局部的概念 局部的概念 就是说 你一直搞清楚 局部点的概念 它无非就是它的 局部点的连接的钢度 是吧 大街形式的可能有问题了 不可能要求了 你要优化了 所以你通过这个 造成的应病点之后 找到这个博弱的区域 它的变形模式是吧 怎么变形的 它怎么弯的 因为前面这个弯怎么弯的 是吧 然后你相应的大街 你就取利了 像这个 这个是百倍的点 是吧 加了之后 发现这个红色比较红了 那我加几个焊点 焊点都四续 会要整几条一下 是吧 那么之后发现 焊点一调整之后 它这个 这个就整个焊点 你看这个焊点 你看这个就没专家建了 就整个焊点了 大街大街 这个大街 这个大街 大块 你看这个就是 原来多少 原来3300 一切调到4400了 是吧 它比精品值还高一点 是吧 虽然没帮助目标要求 但是这里就帮助精品了 这是精品的意义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分析 我们叫对内对表 对外对表 是吧 平台对表 是吧 然后这个也是拖币 是吧 拖币也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一门之后发现 这个外向 外向是这个方向是吧 发现很差 就像2600左右 那么总有优化 我们也是调节一些 焊点的大地下等等 层级 你看2500变到多少 这个4800是吧 4800变到5400了 我们都5000的要求了 这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也是 这个选择点 摆币点 是吧 我就简单 加一个大机 原来这个 这个很常见的付诺架 是吧 它没有这个腿了 这个腿是没有的 我加一个大机 搭上去之后 一下提到370了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付诺架的后点 是吧 我就调整这个 这个就是框线什么 框线是base状态 实线就是那个绿色的线 绿色的面 是调整之后的 我也调整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 它的折弯角 这 这个改变很小 折弯角之后 提高2000了 你看 它的曲线 完全是下移了 完全下移了 是吧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要调整这个 简单器的 大肩面的一个 青角 青角 基本上就把这个 杠都给它改变掉 就没有什么 重量的改变 只是把这个 键的调整 或者是大肩的形式 调一下 包括前面讲的 这个这个用的很多了 很多车都用到了 这个全质的 都是这个右旋质的 这个外向搭车 是吧 而就经典的 就是这个 雨花器 雨花器原来是这种 z型的 是吧 原来是这种 是吧 z型的 发生只有200 那为什么200 你一算这个 硬币人之后 发生它是往下塌了 我加了小腿也不得了 一称876 就没多长大的改变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小腿的改变 就有某些要求了 那么我们 应兵典的话 怎么操作了 我们可以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 面的话这样的 就是大家 就是加一米典的话 比如说 我前面讲了 前面讲了 就是说 如果你算 这个 你算 这个减能器 这个点 你就约束 那个门槛梁 去门槛梁的 那个 门槛梁的区域 就是比如说 约束这个 没关系 你约束门槛梁的 那个四个点吧 前门槛梁 后门槛梁 约束就四个 四个局部的 约束它 12356都可以了 然后算其他点 如果说 你算这个 你说 这算减能器的 也可以算其他点 这样的话 就统一一点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所有点的 加一个耽误力 加一个耽误力 我 我那个 等一下 我共享的 这个 这个 切换下的共享 换个 换个共享 怎么共享 能看到吗 杨老师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你看到我的屏幕吧 那个是那个操作 可以看到了 好好 行 就是怎么 怎么设置了 就是我们 这种我就说 你 你讲到研制吧 你就需要收门槛梁 的那个四个 前门槛梁 门槛梁 和四个 四个点吧 四个区域 约束 123456 都可以 123都可以 123456 就只好 在没有所有的激励点 所有激励点 加个耽误力 三个方向 没有电 三个方向 加个耽误力 你就加一个一牛吧 一牛就可以了 一牛跟一千月度 一样的 因为它现行的吧 你说现行 加一牛 一牛吃好 然后你输出什么 你要输出应变人 你 比如说我有很多空框 我身为 尽力学分析 是吧 然后输出 你在这里可以选取输出 输出它的一个 应变 主管的是ES 应变能 因为呢 所以把所有的输出 当然你可以输出 默论就是要3D了 你可以不改 不改 这个3D都无所谓的 还不算了 都是输出23D文件的 你不 除非你 特意的输出 不是等于复义 是OP2文件 一般的3D文件 它占用空间比较小 基本上可以 某些要求了 然后输出之后 然后你这个 PARMA就是 都可以 不设置了 不设置都可以 这个影响不大 是吧 真的话输出 这个应变能之后 我们看一下 你就 比如举例子 你看这个 关键是 你第一次看应变能 第二次看它的变形模式 是吧 我把这个摄小一点 这个发指 但是为了显示 看见之后 你可以自己设置 0.5吧 你把这个发指 你放在这个 比如简直器 这个点呢 它是哪个地方差 当然它是这个局部的 大街地方差 但是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可能变形模式 你这个热箱 热箱它是往上走 往上走 它是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发现我们压 三个约束孔 这个区域比较 红色比较多了 那么 这第一步 第二步就看它怎么变形的 你看 我不知道它可能 看起来 它是往上压的 往上压的话 那么进而起步 随次了 我们进而起次了 我们检查 这个前面的 这个大街 大街 发现我们这个大街 怎么 我们这里有一个键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键怎么搭 这一块怎么搭建的 把这个 先把它动画引掉 我们看一下 这个怎么搭建的 第一步 这个轮件器的 它有两个键 第一个是 这个外板 还有个内板 是吧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 这个侧板 这个一个灰色的 这个键 搭建 所以大家知道 灰色键跟这个 重量的一个焊接 是焊接 关键的灰色键 跟什么 它只跟这个重量的 这个内板 这个键 它只是边边搭建了 边搭建了 是吧 然后 但是呢 但是我们看一下 把它引掉 我们看里面 我们发现里面问题 发现里面 那个有驾扬件 它只是跟上面连 跟上面没连 大家再看一下 变迹模式 其实没连 为什么没连 你看这个弯掉了吧 这个你看这里 你把已经 已经已经 已经已经变形了 它这个地的传递说 你往上走 这个重量的刚度 没有充分利用了 没有充分利用 如果说假设 我们设想一下 我把里面 这个红色的键 往上沿 沿到这个边边 一边这一块 就把整理的这个键 把里面 这个小加用键 红色加用键的刚度 充分利用 把这个整个 前面的刚度利用起来 我们试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发现之后了 就是试之后 我们可以 就是把这个里面 刚才说的 把这里面建的 延长40 只延长40 可以说 把它延长大街 我们发现什么 发现这个提前1800 没有做什么改变 只是为了 这个延长大街 当然 你可以把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基地点 我们把延长30 才提前1200 就把这个 为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看来 就说 我们一定要看他 里怎么传递的 第一一面 第二就是看他 里怎么传递的 你看这个 为什么这个 结面的刚度 没利用起来 我们把这个 这个红色的小键 往上沿一点 沿40 沿到什么 沿到跟这个边边 搭起来 搭起来之后 你说你这样一改变 提高6800 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说 你路也许 你通过加键 都达不到这个效果了 你甚至把那简直器 那两个键的后路 加高 加厚 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它就可以试一下 就是可以自由 有那个模型 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搞出我们 这个优化 怎么优化 一要看这个 应变量数字之后 看它怎么变形的 不管是哪个基地点 都可以看到这个变形 所以说这个键 我们实行结构设计里面 这个搭起来的形式 很关键 你一定要形成一个闭合的 尽量把这个前面 前面讲了 前面的PPT又讲了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的PPT 它有个刚度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截面 你看看 这个截面 为什么开口截面 跟铺灭截面的刚度 是不一样的 就这个原理 就是你要改变 它的刚度 局部的点的刚度 然后把局部点的 把这个截面的刚度 充分利用起来 这的话对你一些方案是 这个动刚度是吧 基本上就是能解决 不是百分之百吧 七八十八九十 是没问题的 否则的话 你想这个 你想这个点怎么解决 你告诉我 这个点怎么解决 这点的方案就是说 原来是一万二 是吧 你也许你加后 加什么都可能达不到 这个一万六了 我这个厚度没有改变了 只是告别大街的形式 这有什么成本呢 对吧 所以说大家也要行这个思路 一个思路 一个方法 第二个就讲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概念 大家还记得吧 其实我们在算那个动刚度的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算BIP 有时候算那个TP的 可能有些人就说 我举例是吧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讲 就是喜欢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TB嘛 说军玻璃 因为我们不管算什么VDF啊 VDF 什么NDF啊 它都是TB状态的 这个状态嘛 说那么反而讲 因为它的这两个基地点呢 包括动刚度IPI IPI的基地点 它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 19019算TB状态的IPI 但是我们搞清楚一点 我们在T70 或者最前期的阶段 TB的模型是没法搭建的 什么意思啊 现在TB模型的时候 可能需要很多参数 比如密封条啊 你有一些内外室啊 包括一些 这些质量啊 紫性啊 还有可能一些官量 是福建啊 你都没有 就吸引这么大 但是你动刚度也能算吗 可以算 可以算 就是说你在前期 因为我们讲了 按照你动刚度 它是局部点的概念 你一定要在前期 这个车型地点阶段 这个水位比较粗糙 阶段 因为这个地点阶段 基本上一些关键的区域嘛 比如说安装点啊 这些区域 你一定要把这些区域 跟它跟人家 跟设计 跟我们的实际部门说 跟它识别出来 识别出来 它的风险 在这个时候 进入的改都改掉了 是吧 改掉 那么有些问了 那那个算法有什么意义啊 BIP 这个BIP 总有点啊 总有方法 所以参数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说 TP跟BIP 可能它的质量不一样 是吧 系统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是我们发现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统计了 就是大家可以 自己可以做统计啊 比如说我们统计了很多点 其实有点吧 我们第一个是BIP的状态 第二是TP的状态 然后差值 我们发现 最大的就是 一般的是TP的状态 一般情况下 它是会比BIP小25% 最多不重225% 一般的不重225% 以后它会增加 会增加 增加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 呃 其实我们BIP的 因为它是动荡率的概念嘛 所以说算BIP的 基本上能表征这个 TP的状态 如果说你要等到后面 这个在TP出来之后 再依化动荡度了 那很多的事情都晚掉了 已经晚了 就是你不能 为车身设计部门提供很多 是有更多有价值的方法 因为很多数据动荡 都改变不了了 没有边界了 是吧 所以说大家在前期 尽量算BIP的动荡度 然后后面有TP模型了 再反过来验证一下 TP的动荡度 能够不好够再进一步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制定 我们动荡度目标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可能会 制定的目标 可能是TP的动荡度的目标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在算BIP的动荡度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赤装的提一点 比如举例子 你的目标提了一千一万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时候呢 你的BIP呢 可能是一个 余量就是说 为了满足这个目标吧 你可能设置 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一个余量 可能是个一万二或一万三 BIP的目标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要求了 我们就要求了 因为你等TP的话 已经晚了 我们就要求了 因为设计部门 它不可能 你TP的话 到什么阶段 一般它到TG1了 那事啊 都出来之后再有了 是吧 包括下车体都出来了 这个的话 你在验算的时候 这样的话 基本上不会差别很大了 就是说 好吧 所以说大家有点搞清楚 你不要有些人 就说一个死脑筋 一定要到TP才出度高度 那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都完了 你在有BIP模型的时候 你把所有BIP股价系的 我们知道 BIP是一个股价 树干了 你树干不行的话 你后面什么门盖 要搭起什么东西 都不行的 都不行的 所以BIP你要算 什么模特 刚度 弯曲 有点刚度 动刚度 你一定要把这个算的提供 尽量多的方案 给设计部门 前期 尽量提供 提供更多的一些 设计部门提供更多的一些 建议和思考 后面这一块 就是不讲了 后面这块 因为包括动用处的方法 之前都有视频 大家可以在访问 就收官相关的视频吧 公开课 讲过 就是不同的方案 方法 它怎么处理的 处理的细节 好吧 我就不讲了 对它的差异 那行吧 这个事情也不早了 又不耽误大家时间 休息了 那总简单的 讲解一下 就是第二个 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就是说 这个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 理解这个 传练函数的分析的意义 然后理解 它可以掌握 基本的意义方法 思路 第三个就是说 在前期的话 我们是在前期说 尽量做方案 提方案 体现我们 仿权的价值 否则要仿权 什么价值 仿权做仿权 又很累 是吧 那你的别的部门 还不可能不支持 我们一般的 他们都觉得 你是一个support的部门 是吧 可能没有 不是站在前面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的话 体现 尽量体现我们的价值 后面去进行的 在后制实际问题 进行参与 然后自己 要继续的总结归纳 形成自己的套路 一定要形成自己的套路 那形成这样吧 杨老师 好的 谢谢陈老师的分享 今天的干货特别的多 从后面这些用户的提问 我看到了 帮我 我简单看一下 简单 会 谢谢 软件的实操 接下来我先抽个奖 陈老师你稍等一会 好的 好的 大家如果想中奖的话 在咱们的对话框里面 回个一 因为你回一的话 就有可能被我抽中的概率 会比较高一些 我们今天抽的奖 是那六本书 一会我抽完奖以后 告诉大家怎么领奖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先抽个奖 祝大家好运 感谢大家一直关注 反正秀平台和反正秀平台的 这些奖师的优质内容 我开始抽奖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将抽出 抽出三名幸运用户 幸运用户 然后获得咱们的CAE的图书 我马上出来了 大家稍等一下 我看今天的人特别的多 大家看一下是谁中奖了 我已经发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刚好有一个人 我刚看着叫王坤云的一个小伙伴 刚才还提问了 然后我看他还回了 所以说中奖了 你们看这是中奖的三个用户 怎么领奖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我先陈老师 你结束一下共享 然后我做一个共享 好的 好吧 然后我也告诉大家 大家那个回放在什么地方 好 谢谢陈老师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咱们那个聊天窗口 向陈老师提问 如果大家还想语音提问 也可以的举手 咱们这边可以举手的 我先把主奖 收尾 好 然后我再做一个屏幕分享 稍等一下 好的 这个出奖结果 大家都已经是公开的 透明的 就是说 只要咱们来看直播了 都有可能会中奖 然后我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领到这几本书 我们这几本书 这次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赞助的六本书 大家中奖的用户 可以任选其中的任何一本书 凭咱们分享直播前分享的海报 包括任意海报 例如这种海报也行 或者是咱们陈老师直播的那种海报也行 找我们小猪手去兑换就可以了 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也不用着急 我们这边也有其他的礼品 不好意思 我这个网有点卡 就是没有中奖的小伙伴 大家也可以去找我们的 进到我们的用户交流群里面 去领取咱们的汽车学习包 这个汽车学习包 是我之前一直在整理的一个这些资料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去 联系我们的小助手 或联系在群里面 我们会发这个资料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领取 然后像我们的汽车里面 像我们学习月的 今年的学习月里面 老师的奖医和PPD 我都会放到这里面 大家到时候进到群里面去连 至于怎么进群 我一会把这个群 因为我这卡死了 我再把这个进到群里的 那个二维码发给大家 大家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进到群里的二维码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扫这个码进到群里以后 第一个去可以联系小伙伴去对讲 就对对您自己刚才不中奖了吗 然后在群里面可以联系我们客户去对讲 因为现在有疫情的关系 最近发快递可能有点困难 我们等疫情解除以后 就会给您快递过去 中奖的用户会在里面 可以联系我们同事去对讲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还有小伙伴也可以去联系 我们小伙伴去抽 汽车访论学习月里面的抽奖 抽奖有实体书 这个书可能就不止刚才的六本书了 还有更多的书 包括半价券 优惠券 包括平台的一些腾讯VIP会员 都是有的 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回放的位置 咱们这一次回放的位置是在 在咱们这个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稍微搜索一下稍等 大家搜索一下 C1自家 也就是刚刚今天我们的嘉宾 陈老师自己的专栏 在这个专栏里面 我会把课程的回放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如果对陈老师 PET感兴趣的话 我到时候请陈老师把他的PDF 也放到课程的附件里面 假如说这个课 假如说陈老师把这个课的回放 发到这个账号下面 到时候我会把资料 会放到这个附件里面 大家自己去下载就可以了 就今天讲过的讲义 然后这里面还有陈老师自己 整理过的一些文章 你看他的文章 阅读量还不错 还都挺高的 然后包括这里面有好多篇 好多篇这种文章 大家都可以去学习一下 积累一下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 像陈老师一样 把自己的文章课程都发布在 反正秀平台 不管免费付费都可以的 付费文章付费课程都可以 当然免费的也可以 然后其他的 我这边应该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了 陈老师你这边还有要补充的吗 这没有了 要不这样吧 大家关键看大家提问吧 就去回答一下吧 对对对 我刚看到有好多人提问了 陈老师我给你念一下 看他前面有的提问 然后其他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提问 我看那个问答里面有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的新4D造车 基本上都是全景天窗 中间没有衡量 对于这种情况 NTF优化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陈老师 这个确实包括最近领跑401是吧 困在下都是三个大玻璃 因为这个是一个风向啊 就是因为年轻人嘛 三个大玻璃是前方档 包括后天窗 就是后大玻璃 包括前顶棚是吧 也就是大玻璃 天幕玻璃 天玻璃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般只有三个行凉 就是前顶行凉 是吧 后面有个 后面有个就是中玻璃 跟那个后面玻璃有个行凉 然后后玻璃跟那个尾门框 那一个有个尾门框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NTF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 因为玻璃啊 我们知道玻璃 它这个厚度不很厚啊 就像前方档 最高一时 你次一般的4.7 是吧 中间加个胶 前面两个加新玻璃 就4.7嘛 2加2 0.7加2 这第一个 然后双方面的玻璃也不会很厚 然后玻璃胶呢 玻璃胶的弹性模量也不会很高 一般就几十吧 可能20会多少 也可能更低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对大的 我们知道 对这样的话 就是整个车身 白车身的骨架是吧 它的 大家看到它的模特 好像不是很低是吧 不是很低 但是这局部就说 它这个 因为玻璃是玻璃的有曲率嘛 它的钢度很大了 但是因为粘进之后 它这个如果你粘得不好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 对我们有很大挑战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要 对这胶的宽度的控制 一定要注意一下 大家可以尝试 如果你胶 我们知道在这个 联副硬化里面 如果你这个胶 宽度如果是宽一点 或窄一点 在这种车身呢 它的结果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说 有些 有些点呢 有些那个 因为你前面衡量 包括衡量什么 衡量呢 如果你简单的 你要看一下 这个衡量的刚度 就是说 对它的截面刚度吧 包括它的街头刚度啊 还是要重点的观众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 前面那个 观众一下 所以说两点吧 重要两点就是说 第一点就是那个 玻璃胶 就是那个 单间的玻璃胶的宽度 是单层 还是双层 还是双层 然后单层的话 它的宽度多少 有些时候 你才用双层 可能是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这是那个吧 所以说这个 说到你现在 现在的车 可能现在的一些 特别叫跑型的车 都是三块大玻璃 这个是对我们 NTF一花里面 就是说 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但是我们一定要 抓住个根本 一定要识别它的 共性点 对一些共性的问题 进行一个识别 和它的一个方案的 一个预留 或者是方案的一花 好吧 好的 谢谢陈老师的 那个回答 那个这里面 还有用户提问 他说 传行中的大的峰值点 批成了两个 小峰值点的方法 这个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这个分两块 就简单例子 像动钢度是吧 动钢度 我们说来 从这个曲线来看的话 如果是有一个峰值 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你可以 如果说你 通过结果优化的话 这种是只能是一频 如果说你是要 像那个NTF或者VDF是吧 大峰值 如果要峰值两个小峰值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 加个Dumbo 有动力吸引器是吧 加个小Dumbo 基本上可以把 大峰值一种小峰值 因为你只是提高 它的刚度的话 一般是一频 然后你只要避开 把一个变成两个的话 一般的 你自己设置 设置一个 Dumbo这个参数 来进行一个 基本就可以了 其他没有了 好的 谢谢陈老师 这个提问还挺多的 然后有一个叫 王昆云的一个用户 刚才他也中奖了 获得了我们那本书 他说前面对于未来的工作 在真空环境中的 航天器或者飞行器 他们是否还有噪音的问题 该如何进行分析 你说这个怎么说 你不管真空环境 还是什么环境 包括现在 马斯克是吧 他提出了一个 一个高铁 我们车是吧 在真空管道的一个滑行 其实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他的一个 所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也没有 我这块也没有进行研究 就说你他 因为你在真空里面是没有阻力 就是很多东西都可能不是那 可能比如说 没有跟我们现实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 但是我想一点就是比如举例子吧 像我们那些火星花射吧 其实你在进入太空之前 它在地面跟大气冲 它还是有解决这个 MH问题的 包括它的一些震动 特别震动 还有噪声 你还是要解决的 直到太空之后了 它可能就是没有 因为它没有 没有其他的环境 没有空气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进入之前的话 你这些问题 还是要做很多的一些 分析 测试 进行 因为我们那个火箭的速度是很快的 它要逃逸这个地球的一个吸引力 是吧 我们知道 它的速度就是说 必须达多少 你才能 这样的话 它对它的火箭体会 对会非常这个震动造成的话 是一样的 那么一样的放在我们车里面 如果说你车想到真空里面 你不可能一开始进真空 除非你在 你说你前面就说 但是你这个 这是一个设想的 你说你前期还是有 我觉得还是 这个是一个想法是比较好 但是 未来能不能实现 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就说 还是要 在我们现实中 是吧 这些 最基本问题 还是解决好 好的 谢谢陈老师的解答 然后这里还有几个问题 比较好 第一个是关于中奖的书怎么领 刚才前面不有一个群艳维码吗 你进到群里面去联系我们的客服 凭咱们凭咱们中奖的截图和咱们的分享海拔的截图去兑换就可以了 没有中奖的用截图也可以去联系我们那个宝针小助手宝针秀的全评加6688然后去参加咱们这个活动的抽奖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陈老师 他说陈老师 形貌优化的时候 怎么能够让优化出来的好看 如果这样的 就是形貌优化的时候 大家就是说 两个思路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车身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简单的例子 现在背来尺时候 大家可能做的比较多包包纤纹 背来尺吧 就是比较多 其实因为车身设计的时候 他也是参考一些 第一是经验 第二是参考其他的车型 他可能每个人经验不一样 所以他会设计的一些金 包括一些 他的金可能是一些圆盘装的 或者是一些十字形的 或者但是他金的形状 可能符不能 就是说符合我们这个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 我进行就说 你先把这金抹平 什么意思 你可以叫车身 给你设计一个 最好是自己把那个金球抹掉 就新的一个平板 平板之后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设计一些参数 比如说金的大小 还有金的高度是吧 然后金的一些 是不是对称分布啊 都可以在obstructing 设置这些 参考的一些控制点 是吧 这样的话 优化出来金的 其实要么是十字形的 要么是那种竖条形的 或者说第二点就是说 你不用做什么优化了 你就是根据这个磨碳 局务磨碳是吧 来自己的识别 比如球列子 相当于不难齿的话 我们为了提供它的局务磨碳是吧 肯定要它的刚度有关系 因为指定会改变不了嘛 刚度有关系 刚度怎么改变呢 你肯定是海边 一般的是 要么十字形的金 要么是那个 简向 纵向的金 是吧 纵向的金 你自己通过那个obstruct里面 那个有个明理叫bend 就金的那个命令 你自己可以双成一些 手动双成一些金 比如金的宽度 大型的自己给控制 手动可以排一些金 包括十字形的 那些 纵向性的金 是吧 你排自己手动拉出来 然后再算 是吧 有效果 这样的话就是你 这样自己反无的 通过自一来验算之后 得了一个很合适的金 把这个数据导入一个stb 给设计部门 这的话设计部门呢 其实对我们 对我们这个仿真是吧 也是一个很好的论口的 是吧 所以啊 那种方法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选择 如果能够通向通过软件来 也可以 这样的话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 好吧 其他没有 好的 谢谢陈老师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价值 有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还是想问一问 阻尼一般怎么设置 橡胶的阻尼怎么添加进去 这是软件操作方面的问题了 阻尼的话就是 我看到是 这样的话就说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像我们分两块 如果说动钢度是吧 动钢度阻尼的话 其实这个阻尼是要通过测试的 其实我们现在设在的情况 一般的设那个G嘛 就是第一个G跟Skrid的那个凝结阻尼比 它是一个倍速关键 G等于两倍的CIT 一般的我们设G对于凝结 一般的本来升级的是吧 可能是个0.03或0.04 TP级可能会升个0.06或0.05是吧 或者是TP级可能会升不同的 不同的频率到 比如说0到20 这个阻力大一点的 是吧 到0到20到200 那甚至一个 比如说我举例的 0到20是个0.1 可能不一定啊 然后20到200 可能是个0.06或0.05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考虑 第一频那个阻力比较大嘛 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第一种还是 这个通用的G等于0.06 或者0.04 看你的TP还是BIP级的 然后你是CRG也一样的 CRT的话就是 我们说的G跟那个CRT 是这样的 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你我们尽量的 最好的什么 最好是在材料里面 那个材料里面 不有个G1吗 是吧 材料里面G1的话 就设置这个材料的阻力 我们材料阻力的时候 每个材料都设置 根据不同的材料 设置不同的阻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材料不设置 你设置个全局 全局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DAMP DAMP的一些那个 Lero Collector里面 设置那个阻力嘛 就是比如说 领导多少频率啊 是吧 这个阻力 G1不就GIT嘛 可选择嘛 然后第三个就是 在我们全局 Primer里面那个G 等于0.06 那个G 那个G设置 它对整个模型 整个所有的领目建 都设置成G1 G了 所以它这个通用的 就是全覆盖的 如果说你设置在全局的 那你材料里面 就不要设置了 因为它会叠加 叠加的话 这样的话 对你的响应 是有影响的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设置 比较 你全局设置个0.06 是吧 你材料里面 设个0.1 或者0.06 那叠加可能是0.12了 也不一定限制的 但基本上 就是会达到这样的结果 可能你峰值 你降点 也许你不好格 然后设置两个阻力 就合格了 这样是不允许的 不对的 然后关键 那个橡胶里面 橡胶 比如称套 或者是什么 那个什么 一般情况 像那个橙质的 这个是要测试的 这所有的阻力 都要测试的 特别是一样 旋质这个阻力 是要测试的 如果你不测试的话 都是一些经验值 但经验值的话 并不影响你这个问题 就说 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就说你这个池 如果有 如果某点有问题 某地方有问题 但并不因为 你的参数设置 而改变这个 这个事件 不会的 就是只是说 影响你的风值 或者影响你的结果 但是有风值 比如 我就讲的例子吧 说我们做NTF里面 如果说你在 比如在地平 在那个经理行长 42号子 或者50号子 产生一个风值 你在整天算用路灶的时候 绝对有风值 一般这会有风值的 它不会因为你这个 某参数改变 要消失了 是不会的 不够就是你这个 素质的大小而已 是吧 这是一个 其他的 我看一下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我来 我看到了 那我给你提 那个找一下 刚才前面有一个用户提到 老师 我有个问题 就是复杂撬体 比如是变速器的敲替 车身的板筋 IPI和NRF 有没有靠谱的 自动优化等做法呢 看到这个问题吗 那个 我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看到 这个怎么说 板筋的 车身板筋的 一般来说 现在 车身板筋 这个画鞘当中 都可以实现的 如果说你变速箱的话 画鞘的话 其实你变速箱画鞘的话 对我们NV这里面来说的话 你画鞘是 是为了包面 还是包实体 还是什么 如果是变速箱 基本上 如果你是做过变速箱的一个 当个变速箱本身的 比如身负射 或什么风景 是吧 但是你还是 所以还是要把它的实体化出来 就是说你这种的话 你一般的是肯定把实体化出来 如果我们不是做其他的 不是做安全的 就是你为了 是为了控制模型是吧 变速箱啊 搬入机都现在就翘 然后复制那个 把它的灌量质量竖进去 我们一般来算结构里面呢 你都会把尽量把这个最好的什么 最好的是进他的实体 但是一般来像我们不现实吧 不现实的话 如果你要进翘的话 像变速箱 我如果是做结构分析是吧 我不建议 不建议就是做翘了 除非你做安全 或者做其他的 做安全肯定做翘 但是做你做这个结构 不管是钢度强度 还有那个疲劳啊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是说弹个变速箱 肯定会 不管算模特 还是算什么乌射 肯定会把实体建出来 能够包一个翘的 就读取表面的一个表面硬力嘛 本镜的话 说实话 射程板镜 基本上都能实现再复杂的 只要是薄碧剑 就是能实现用翘档源模拟的 除非是你说那个剑 它不符合翘档源的 它的模拟方法 那就另外实现实体 基本上就说 只要你符合 这个有薄翘后翘嘛 说你符合这个薄翘的原理 就是它的宽度方向 比这船的其他方向是吧 可能在10倍或15倍以上的 基本上能用翘都能生成的 不会有 不会说很那个 你说对冬总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冬总工建议如果你不做安全的话 我感觉你还是要那个还是要建实体了 然后报销的话就是都为了捕捉表明的一些局务应力嘛 更准确一点 好的那个陈老师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 因为今天我看大家提问的还挺多的 然后我就最后选一个问题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 刚刚最后有一位用户他提问 他说陈老师 白车身 白车身端和动总端的悬架自驾的动高度范围 只用同一个标准吗 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这个是这样的哈 这个问题啊 就是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啊 呃 传统油车还是电动车吧 是电动这个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主要 主要激励是那个主动车嘛 有动总车或者是发动机或者全制是吧 会定的像就是动总电机车嘛 他这个目标是大一点的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整车里面定这个目标 可能说动主动车一般是定个500 至少500以上吧 5405 那备用车身车一般不会那么高 也做不到还能做到 如果你做500的话 你带一个车身 我说的不是接地啊 是带车身重大就是接个局部 接个局部车身来算的 这种事情做了五车身 这500的话 你这车身的 是很强了 这是没必要的 就是你可以 为什么 你一般的这个300 就是打到300 就能满足的隔阵要求 因为你说的 你我们做这个动钢 或者是模特是吧 你是满足它的隔阵的 不管是10倍15倍是吧 你这满足隔阵就可以了 就是把它的震动衰减掉就可以了 就是它主动动了 那你说如果你要打得一致的话 那你这个我感觉就是费政策 你可能这个压力比较大了一手 好吧 好的 好的 谢谢 陈老师 今天的讲座非常的精彩 然后大家互动也热情比较高 大家 关于刚才有人还提到 咱们陈老师的回放在什么地方看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有的人后面来的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去找到我们的回放的地址 包括陈老师今天晚上这个讲义会分享给大家对吧 是的 可以 行 到时候我把你这个讲义放到你的课程的附件 回放的附件下面好吧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 包括2020年好像陈老师也做过一个讲座 回放也是在这个账号里面 大家 那我可以的给大家找一找 稍等 好 大家可以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叫CA1之家 好 在这个里面搜索的这个账号 然后这个今天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他自己的账号 好 这边是个人的介绍 然后他关注的一些 这边是他的动态 这边是他发布的课程 好 这里面有一些关于MH的一个课程系的课程 然后他之前做过的那个回放的课程 应该也在这里 你看 在这里面 大家从这里面去找 就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应该是陈老师是这个位置吧 是的 就是那个刚做的处理方法 对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 也是免费的 这个资料我看看还有没有 到时候没有的话 我再找老师再补上去 大家再看一下 然后至于稍等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直播的回放 我到时候也会放到这个课程里面 大概这个位置 大家去看就可以了 然后直播的老师的讲义 也会放到这个课程附件 好吧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